勇哥 你是多大 七 七 我是绿姐的 年龄的问题可能是姐也是介意的 是不是 你是怕她介意吗 这个好像在孩子那个性别上是排第二的 我觉得好像孩子这个我放在最 因为当时她说想找带女孩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可能年龄相对会差一点点 没有那么重要 但其实之前我也不知道是这样的 然后觉得好像要是什么事 要是对的话 好像什么都不是问题的 现在一想 是不是这个问题 可是在你美课上的时候很多条条框框 年龄啊 身高啊 职业啊 好多限制 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不用的啊 对 不用纠结 对 不用纠结 你不能帮我宣传 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还是 当时有一点点孤立 年龄和和子女 所以还是一点孤立 其实我这么多年就特别想有那种 一言万年的感觉 可是最好也真的 可能挺幼稚的吧 自己奶奶还想要那种感觉 挺幼稚的 只不过是对爱情有更美好的期待 这个很正常 但是好像没有 之前没有 真的没有 看过来就是看过来 看过来就是看过来 好像那脸长什么样的 一言万年 我感觉你现在坐这都没敢 看有个一言 怎么一言万年呢 next we 哈哈哈哈